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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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Rabby 前段時間有關注我粉專的小伙伴 應該就知道我有入坑一款手用 那如果有小伙伴還不知道的話沒關係 因為我已經迫不及待要跟你們分享了 就是這一款! 白夜極光 一開始會入坑主要是因為她的 聲優很棒 你聽 對吧 你看這聲優有多讚 再來還有搭配她的李慧 真的香到不行 她聲優這麼棒 李慧又這麼香 我怎麼能不入坑呢 整個遊戲的內容啊 不管活動啊 還是推觀啊 還是裡面一些像巨像裡面的小細節 還有提升好感度 非常非常多的內容可以好好的去玩 這些 哇 包準你是爬不出來了 好 那我就先帶大家來看一下我的編隊好了 我的編隊的話 我不是玩那麼純粗的隊伍 我在裡面會塞一些深屬性或者水屬性 但這些是可以進關前可以再去做調配 不玩這麼多純火或者是不塞這麼多火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有時候暗鬼的屬性在每一關裡面會不一樣 所以帶一點深的屬性或者帶一點水的屬性的話 在清一些小怪上面會比較快速啦 當然如果你想要用其他的編隊或其他的光靈的話 就很重要的一點 你一定要適時的升級他們 以備不時之需了好嗎 那我就來看看我的光靈們吧 我的主要的頭是帶卡榮 他算是你剛入坑滿好的一隻隊長 那卡榮的話他是爆破型然後火屬性的一隻角色 那他像是主動技能的話就是選擇三列或傷行造成300%傷害 並擊退敵人 然後重設範圍內的非火屬性的格子 這樣你在走下一步的時候也會比較好走嘛 那像連鎖技能也就是combo技能 像2combo、9combo、12combo 他分別造成的傷害會比較不一樣 會越來越高嘛 那再來就是裝備技能這一些的話 就像特別專線是普攻附加攻擊力4%的傷害 可無視防禦喔 那這隻的話就是卡榮這個角色他的技能了 那你覺得除此之外 白夜極光裡面的話 他除了就是一般般的光靈升級之外呢 還有光靈覺醒 我自己很喜歡用光靈覺醒 因為他可以覺醒的階段很多 然後每一次階段呢 他都會告訴你下一次提升可能會造成 不一樣的效果可能傷害提高 然後或者是技能上面會有所改動 但是如果是光靈覺醒的話 其實你主要就是推光卡 然後去蒐集素材 你就可以把光靈覺醒上去 他的一個效果就會很好用了 偶爾自己編隊裡面的話 那五隻全部都已經覺醒上去了 起碼都覺醒一階了啦 我特別想要講愛麗絲主要是因為 愛麗絲算是小數火屬性裡面是 輔助型可以幫你補血 然後幫你擋傷害的 所以愛麗絲如果你有抽到的話 在特定的光卡或者是你一般在破關裡面 因為有時候三星裡面會有一個條件是 血量不能低於50%嘛 那愛麗絲就很好去達成這個星星數 或者是在關卡裡面盡可能不要讓你死掉啦 那另外像是我修拉德的話 他也比較偏向是輔助型的角色 那但是因為塞了一個水屬性 你以防萬一可能突然遇到了暗鬼 他可以有去一個對抗的屬性在的時候 修拉德就可以好好的幫助我去把暗鬼清掉 那在庫斯庫塔的話 我自己個人是因為他 我很喜歡他這種羅莉羅莉 甚至有點暗鬼風格 我很喜歡 然後加上我覺得他的技能真的是超酷 他的技能是亡壘入土 他是直接把你從 把暗鬼關進那個關卡裡面之後 直接送你下去 好帥 所以有時候你在與突破關卡的時候 可以不用花時間去錄格子 你等於直接送他下去 這樣就好 那這次剛好的呢就是 白眼極光他有新推出活動了 就是潮世紀叛逆殘局 那他除了是右上角這個活動的更新之外 你可以在裡頭去做很多很多的 嗯 闖光的過程 甚至有一些 影片可以看 就像這方面 欸 怎麼這麼香 這麼香的一個畫面 還可以跟他們的相處 舒服 再看完這些故事之外呢 他裡面有很多的細節可以讓你去過關啦 但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 這一次 造極 這一次的造極呢 歇斯火紋也是剛好搭了這一次的活動 一起推出的 而且他的活動期間幾率升高 我先來看一下 這兩隻的話像是吉拉維福 他是火跟雷的 然後他在主人技能、連鎖技能跟光靈裝備 這一系列來說的話 我覺得都是 非常值得入手的一隻 那另一隻的話是六星的 斯莫奇 他也是火跟水的 所以如果你也是在玩火隊或水隊的話 也很值得擁有 像他的一個傷害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後甚至他可以位移 然後連鎖技能的話也是 很快就可以達成成就四格 很快就可以錄出來那個傷害量 是時候 該證明血桶的時候了 我就來試試看吧 確認下去 應該可以吧 好 錄下去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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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我先期待一下 先來個武器 來了 其中一隻來了 小型稼ぎ的GNBA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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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四星的有啦 OK 六星 好 好 我是Smoke 過 好 超 好 好 血統認證 在這邊再次血統認證 原本已經要準備在非洲定居的我 現在要直接飛去哪裡 這裡 廢去歐洲 OK 我覺得 OK啦 舒舒舒舒了啦 不用再爭什麼了吧 好開心 來來 再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剛剛補到的 感覺很OK耶 直接火屬性練練舞 就可以直接擺到這舞上面 甚至說我補了這兩隻 我純火隊也直接出來了 這兩隻是很OK的 把它練上去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擺到我的編隊裡頭 去繼續往官網前進 那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來過一下 我們的四隻三把 就一樣用我的 這一隻我最喜歡的編隊 來玩玩看 那進入到的話就是四色的格子 那真的蠻吃運氣的 有時候你可以吃到不錯的開局 有時候可能就是需要 花一點時間去突破它了齁 我們先把左邊的解決一下 進去打一下 打一下大顆的啦 把技能拆 把技能拆 畢竟召喚書閃電的話也比較好 新怪 火的時候啦 剛好炸掉 第二波 第二波來的時候我再來開 技能拆開 不然我們會有太多小怪要處理 對 那個塔彎 太小了可以 這樣的話 範圍技可以多開一點 不是很輕鬆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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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覺得隊伍裡面有覺醒有升級 蠻有差別的啦 雖然是很好吃 甚至三顆星直接拿到手連等級都一起提升了 說什麼 大家可以趁著活動的時候抽一些不錯的卡 去補足一下自己的牛棚 還有自己的一些好用的隊長 那這次的話就介紹的是白夜幾光 這給大家 我自己入坑還持續在玩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跟著我們的相優 跟著我們的力會 好好地玩下去吧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喔 大家掰掰